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东县长冰箱经24日下午5时40分取经传大停电,目前该地区街道与明宅陷入一片漆黑,但台电台东区营业处尚未对此发表说明,仅在网站公告预计晚间6时40分全面恢复宫殿,预请民众行经该地区小心慢行。 民众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指出台东长冰这整个海岸停电,从照片中来看,长冰箱当地街道与明宅目前处于漆黑状态,路上来往行车成为唯一光源,台电台东区营业处对此没有发表说法,计划性工作停电公告中已无今日停电通知。 从台电计划性工作停电公告中可见,今日无任何停电通知,但台电已于晚间5时30分许,陆续获报长冰地区停电消息,预计于晚间6时40分全面恢复宫殿,至于为何突然停电,有待台电公司调查,厘清原因后,进一步对外说明。 嗯?